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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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相比往年 一个特别之处是 今年是本届全国人大代表日持的最后一年 发言人也介绍了目前现乡两级人大代表换届选举的基本情况 从他的介绍中也可以感觉到 在选举过程中充分体现了不最广大人民的意愿 让全过程人民民主变得更加可感 对于民主 发言人也强调 民主不是装饰品 不是用来做摆设的 而是用来解决人民需要解决的问题的 这也让我们对新一届人大代表续写为民履职的新篇章增添了信心 感谢观看